直播版10月9日圈,在接下来的国际比赛日结束后,一脚重头戏,米兰德比即将到来。 这场比赛也被渲染为两名阿根廷前锋,一甲尔迪与一光阴之间的对决,此前曾在国际米兰和AC米兰都有出色表现的阿根廷前锋克雷斯波给两名同胞同意,下几个方面给出了他的评分。 克雷斯波曾为阿根廷国家队入战64场,攻入35球,他在米兰城的两家著名俱乐部都效力过,因此,他在评价一光阴和一甲尔迪时会处于比较客观的状态。 在开始给两名球员打分之前,克雷斯波对米兰体育报表示,在AC米兰和国际米兰这样的俱乐部效力,也许他们会打个盹,但是进球是迟早的事。 随后,克雷斯波开始从以下几个方面,给伊瓜英和伊卡尔迪进行了评分,右脚伊卡尔迪和伊瓜英两个人都是8分。 当伊卡尔迪适应了比赛之后,他会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去踢球,从这点上来说,他的表现是非常棒的。 当他更多的依靠本能去射门时,他也表现非常出色,伊瓜英也有一只精明的右脚,他的右脚对脚线射门打得很好,不过有时他也会打近脚,让射门员措手不及。 投球伊卡尔迪9分,伊瓜英8分,伊卡尔迪不论是原地起跳还是助跑,跳得都非常高,而且他很狡猾,有着完美的捕捉机会的能力,会趁后卫不注意发起偷袭来决定比赛。 从这方面来说可以打9分,伊瓜英的起跳并不是十分出色,但是捕捉机会的能力同样很强,因此伊瓜英8分,左脚伊卡尔迪8分,伊瓜英7分。 在比赛中伊瓜英,并不经常用左脚来完成终结,他更喜欢把球转移到右边来,如果他真的愿意尝试多使用左脚的话,这对手们原来说,将更加难以防范,伊卡尔迪从中路迁入左路之后的左脚打门非常出色。 他在打远角的射门上力量巨大,进球本能在进球本能上这两个人都是9分,如果在罚球区有一个双方都没有取得控制权的球时,伊卡尔迪总是会先到那里。 伊瓜英则看起来并不一定总是出现在进区,你几乎不会注意到他,然而他会突然的出现完成射门,他知道在比赛的每一刻出现在该射门的地点, 但球似乎失去控制的时候,伊卡尔迪看起来,总是会从附近出现。 当伊瓜英出现在比赛中时,你永远都不能放松,因此两个人的进球本能都是9分,进区外射门进区外的远射两个人得分都是8分,伊卡尔迪并不缺乏在这个区域的进球,伊瓜英也时刻准备着,用他出色的远射能力制造一些。 比赛参与度伊卡尔迪7分,伊瓜英8分,对于伊卡尔迪来说,有时他看起来像一名老师的前锋,在前场等待拿球,在参与组织进攻方面并没有太多准备,因此在这一项上伊卡尔迪7分,伊瓜英拿到8分,是因为他在进攻中起决定性作用。 他用射门给球队带来激情,积极参与进攻,组织并总是将抓住机会补射,盘带伊卡尔迪8分,伊瓜英9分,伊卡尔迪在盘带上得到8分,是因为这并不是他的强项,伊瓜英盘带可以达9分。 当他在对手面前,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盘带时,他的表现真的太棒了。 估计比赛经验和欧洲联赛经验,伊卡尔迪8分,伊瓜英9分,伊卡尔迪拿到8分,是因为他在本赛季欧冠的开局表现非常好,之前他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向全欧洲展示他的能力。 伊瓜英在国家队和欧洲联赛已经取得了自己的地位,所以在这方面他拿到9分,马东宇。